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123集 真或假 文言 展昭惊讶了 去梅里也别院偷红玉的是魁家 白玉堂点了点头 继续听那边的动静 就听到魁木叹了口气 语气略带不满 还是没找到 语气越瘦越多 可是根本没有线索 究竟藏在哪里呢 魁木皱眉 又伸手打开了另一个箱子 从里边拿出了一张琴来 白玉堂注意看那张琴的确是鱼尾琴 只是 那天那位老人家说 邀请给他们那张琴是什么颜色的 是碧玉的吧 就是普通的玉琴啊 碧玉的 木葵首领那张琴是黄玉的 做工还很粗糙 我怎么觉得 不像是崔海做的玉琴啊 啊 小四子倒是也没说玉琴什么颜色 没准不值一张 那 那晚上那个黑衣人就不是魁星游吧 他也没稀微口音啊 那黑衣人究竟是谁啊 展昭刚问出口 白玉堂突然示意 好像出事了 展昭盯着白玉堂看 而白玉堂看到的景象是库房外边传来了喧闹声 魁星游跑出去看了看 爹 西院着火了 什么 魁木盖上箱子和魁星游一起出门 留在里边 白玉堂吩咐娇娇 于是娇娇就没有动他 魁星游和魁木关上了房门 赶往西院灭火 等库房门都关上了 白玉堂让娇娇打开其他的箱子 看看里边有什么 娇娇正想打开其中一个箱子 突然就听到了一些响动 似乎是有人在开门 这么快就回来了 没会儿 就见大门打开了一条缝 一个黑衣人挤着进来 开始在箱子里翻着 娇娇就站在原地盯着那人看 白玉堂自然也看到了那人 一身黑衣 黑金蒙面 那人翻开一个箱子 伸手从里面拿了一个什么东西之后 转身就走 白玉堂想弄清楚他是谁 娇娇立刻就跟着那人出去 此时 魁王府的别院里边一团糟 下人们初初进进忙着灭火 那黑衣人翻墙溜了出去 娇娇也跟去了 白玉堂判断了一下他们所在的位置 拉着展昭 找那黑衣人去了 而此时开封府内 从皇宫回来 公孙进府找了一圈没发现小四子 赵普见他担心儿子就安慰他 放心吧 灵夜火带着呢 我派了很多隐为保护者 竟然打小四子的主意 先生 这时王朝马汉跑了进来 公孙看他俩 司马郎中曹南的家人刚才派了人来 说如果验尸结束了 能不能取回曹南的尸体 他们灵堂都摆好了 没有尸体不像样子 公孙已经检查过曹南的尸体 他是被一刀削手 其他没什么问题 于是就跑去五座房帮着收拾尸体 王朝马汉跟着去了 赵普懒得进五座房 在院子里坐着喝茶 没会儿 曹南府中的家将来抬走了尸体 可赵普左等右等 公孙却没来 九王爷本来还想趁着小四子不在 带公孙去吃顿饭什么的 于是起身到后院来找 走到五座房门口 赵普就看到了房里一个比较诡异的画面 就见此时 公孙站在五座房里 双手托着一个白色的骷髅 正跟骷髅头对视 赵普望天 这书生什么都好 就是不拿死人当死人这点 实在叫人受不了 这是崔城的骇骨吗 九王爷走进五座房 公孙抬起头 睁大了眼睛看着赵普 倒是也不说话 似乎是在想什么 这骇骨你都检查过好几遍了 还盯着看呢 赵普走过去 但公孙还是在发呆中 赵普走到他身旁盯着他看了看 伸手在他眼前打了两个响指 但是公孙依然是没反应 赵普忍不住了 叫他 说来 公孙猛地回过神 却不是看赵普 而是盯着那个骷髅头 张大了嘴 我是白痴啊 我怎么会这么笨 公孙跑到一旁 将那颗骷髅头 放到了一个托盘里 然后翻箱倒柜 找出了几瓶药水来 又去找了院子里 浇花的水壶进来 赵普看着公孙 边骂自己蠢边倒过 将水壶装满水 再倒进几种药水 然后搅啊搅 这是干嘛 没等赵普问完 就见公孙已经将水壶里的水 调成了淡绿色 随后就见公孙拿起水壶 对着那颗骷髅头浇了下去 随着水将整个骷髅头打湿之后 骷髅头呈现出了一种 一样的状况 赵普张大了嘴 盯着看了凉酒 惊讶 怎么会这样 公孙一通折腾之后 给那崔成的骷髅头 来了一壶药水浴 结果崔成的骷髅头 就发生了变化 那颗头骨变了颜色 开始变成黄绿色 而且头骨上 还出现了很多的气泡 我是白痴 我是白痴 赵普望天 伸手将那个头骨拿过来放下 抓住公孙两边肩膀晃了晃 回魂啊 我既然这么蠢 究竟是怎么回事 假的 不是人骨头 公孙伸手一指那骷髅头 赵普愣了半晃 张大嘴 因为好奇而探头 在门口张望的黑影和白影 也凑进来 假的 怎么可能 公孙将骸骨其他的部分 也拿过来 同样用水一浇 果然 那些骨头也发生了 相同的变化 假的 根本不是骨头 这是石头雕刻的 一种灰白色的岩石 实质很轻 我竟然被骗了 赵普觉得公孙 边叫边蹦跶跋的样子 跟小四子挤咬着的时候 倒是挺像 果然 小四子是随他爹来的脾气 将那些骨头放到一旁 赵普拉过公孙 你的意思是 有人假造了一副 催沉的骇骨 简直是巧夺天工 神乎奇迹啊 而且 用料也十分考究 我刚刚很仔细看 发现犬骨那里 稍稍有一点点凹痕 大概是因为 石料罩里有一块色差 所以不得不消掉一点点 总之 如果不是这道痕迹 根本发现不了 等药水的药效过去了 那头骨又神奇地 恢复了原样 黑影和白影捧着研究 这也能是假的 太神奇了 这么说 催沉的骇骨是假的 于是催沉根本就没死 赵普摸公孙的头 让他冷静下来 公孙的注意力 也终于从假的骨头上边 转移了回来 伸手摸下巴 对啊 而且这世上 能有这种手艺的工匠 也不多吧 之前展昭他们去找崔心 他说崔城非常精通 雕刻一些精细的东西 这骸骨是崔城雕刻的 崔城之后就失踪了 难道他是假死 这走向越来越怪异了 等展昭白玉堂回来 得好好问问 走 咱们去找小四子去 刚才子颖回来说 小四子他们去黄石玉铺了 貌似是梅家双胞胎 去八卦他爹当年跟崔苗那点事了 我表情还有这么一段 据说还是初恋 不过陆王就使乱中气 黑影没八卦完 赵普撒腿就跑 好精彩啊 这帮人都什么心态 皇宫书房里 赵真刚才跟赵普他们 商量完了事情 又看了一会儿 奏折觉得累 就在书房屏风后的 软榻上躺一会儿 正躺着呢 听到身边有细细碎碎的声音 还有谁轻手轻脚 爬上了软榻 赵真就笑了 伸手捞了一把 果然传来了香香 嘿嘿嘿的笑声 嘿嘿 赵真将偷偷爬上来的香香 放到肚子上 刚才都在干嘛呢 练字 然后练琴 然后黄奶奶说我弹琴弹得好 让我来找父皇换玩 赵真轻轻搓闺女 正开心 门外南宫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样东西 找到了 南宫点头 将手里的东西交给赵真 在存放杂品的箱子里 赵真微微一笑 伸手接过那个盒子 那是一个精巧的锦盒 金色 放在手心正好 小香香坐在赵真肚子上 好奇看着那个盒子 父皇话里面是什么 朕小时候就跟你这么大的时候 也这么坐在父皇腿上过 不过就只有一次 父皇都不抱我 皇爷爷为什么不抱父皇话 你皇爷爷身体不好 怕把病传给你父皇 赵真将那个盒子打开 从里边拿出一小串挂坠来 红绳上拴着一枚玉雕 那玉雕相当的精美 虽然只有半截小拇指那么点大小 但是玉纸温润清透 青绿之中泛着一点幽幽的蓝色 十分的少见 而且可以推断出是海玉 这一小节玉雕做工精巧 用的是内雕外雕结合的手法 内雕是一个杜头 岸边有桥有船 连落叶都雕刻了出来 虽然微小但十分真实 而外雕则是一节鱼尾 在水浪之中的造型